我们的时司机从业员总会 我们代表五万六千个会议 今天在这里全力支持人大决定 支持人大决定 3月14日上午香港新界葵青区码头附近 一群滴士司机手拉横幅高喊着支持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口号 据悉这是香港滴士司机从业员总会 为支持全国人大通过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决定所举办的巡游活动 上午9时上百步挂着国旗贴着海报的滴士在国歌声中启程 车队经西九龙高速公路金钟特区政府总部等地巡游 最终经过关塘到达终点站 香港滴士司机从业员总会理事长黄一峰表示 只有完善香港选举制度让乱港分子无机可乘 才能保障香港的繁荣稳定 今天有一百步的士 一百步的士有几十个家属 他们都站出来今天就支持人大的决定 完成香港的选举制度 搞到因为一小尺的巷装令港分子 勾结外国势力 搞到香港万不了身 要支持人大的决定 尽快将这个运行选举制度将这些决装令港的拉布 提出香港的管制度 今天你看看各个各部的士都插上 五星房旗 铁上标语 目的是实际香港的防御稳定 参与巡游的滴士司机军表示 爱国者治港及完善选举制度 是香港数万名滴士司机的共同愿望 只有香港社会稳定 经济恢复繁荣 他们的生活以及经济条件才能得以改善 这个黑暴搞到没了那些人来香港 那你一样东西就令到我们没了营业 哪有生意做呢 那你一定是要支持爱国者治港的啦 对不对 你不支持爱国者治港 难道没理由支持那些坏分子去做这样东西的嘛 有一个完善的制度去 去令到香港更加进入这个正常的轨道啦 希望好像从前那样啦 有好的管治班底啦 当然是一定要爱国啦 以管治一国两制的精神去管治我们 令到我们香港的生活条件啊 经济条件啊 人人都有好的生活 赚钱的机会 是的 千万不要捣乱啦 捣乱对大家都没有好处